大家好我是波提蛋介紹的決鬥者後呢 今天來介紹的是無改裝 算是一個快被世人遺忘的G版喔 在這版本獲得了巨大的加強 現在的改裝神童加入了傷害加成以及傷害減免的效果 成型之後呢最高能夠達到36%的一個傷害加成 跟減傷 無疑是免費多得的天生勝利 對柔衣啊還有助戰體系的一個法陣都是有顯著的提升 尤其努魯這隻英雄呢現在也能夠較好的去融入到法陣體系 不然以前的話努魯基本上是一個斜咖的存在 就是基本上法陣呢不太會去用這張牌 除非他惡心的一個狀況 而且呢以前我看到改裝之吻是絕對不會去拿的 現在呢就是多了一個選擇 讓你能夠更好的去擠進前四名 那為了恭喜Kpop和摘星拿下台卡要比賽的冠亞 冠山有一個慶祝活動 剩下四天直到情人節而已 沒錯如果你情人節找不到女生陪也可以找男生陪 下單四場教學可以限責400元 而且呢還可以加入我們的戰棋VIP群 獲得失地的燙金卡片以及專屬的攻略 還有七位精英的實況主和超多的大師 玩家為你解答問題 非常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戰棋大家庭 那如果你預算有限也沒關係 可以幫我按個讚按個訂閱 就是最好的鼓勵了 感謝你們 好回到我們的正題 這張的組成由 牛艾克、安妮、露露、努怒、勒布朗、柔依跟索拉卡 基本上是五改裝、二人工指揮、二加護、二海克、二助戰、二吉祥的羈絆 出裝的部分柔依可以去出藍buff、黑書、法爆、聚殺跟助戰轉職 會一張等等的一個魔攻裝備 那比較推薦的三件套呢就是藍buff 然後再加上黑書第三件裝備的話呢 你可以去選擇助戰轉職 或者說法爆啊跟科技槍去做抉擇 通常如果有黑書的話呢 絕對是黑書有神 因為現在大多數的陣容呢都會去帶科技槍啊 或是說嗜血者這類的一個回復神移的裝備 所以降治癒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沒有助戰轉職徽章的話呢 則是可以先去出藍buff、黑書這兩件套 這兩件套呢絕對是柔依最關鍵的裝備喔 接著第三件就是法爆聚殺跟科技槍下去做抉擇 助戰轉職的話就是有就合 那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但助戰轉的柔依呢 確實就是上限會再高出很多 安妮呢則是可以去拿日炎啊 星火號戰、反甲龍爪等等的坦性裝備 那索拉卡呢則是可以去拿藍buff啊 金金紫毛、法爆聚殺等等的魔攻裝 艾克呢只是可以去拿剩餘的坦裝 或是說直接給一個竊賊 鲁鲁的話呢也是拿剩餘的坦裝 或是說魔攻型的一個裝備 還就是比較關鍵的就是改裝轉職 還有助戰轉職 這兩個呢絕對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導彈鬼也是可以去選的 改裝神童加強之後啊 改裝轉這個東西呢 無疑呢就是目前最強的轉職之一喔 不管是玩無改裝 或是說過渡到後期要轉成一個95大陣 都是非常強勢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如果前期有出現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的血量很好就能夠去穩住 改裝在前面他會給你一件裝備 然後現在又多了這個減傷 然後還有一個傷害加成的buff 所以非常讓你能夠很好去苟到前四 甚至你的錢呢滾得越多耶 在後期就能夠去轉出一個95大陣出來 是一個很好讓你苟到前四名的選擇 那比較通用的就是魔控上亮 組件組合包日顏瞭遠 盧燈以及並肩作戰還有珠光蓮花 英雄強化的話 只是可以去選安妮達 柔伊 索拉卡 努努 艾克 等等的體系內的牌 開場的最推單就是水滴搶到的話呢 就是去搶腰帶或是說鎖指甲跟魔棒都是可以的 玩這次呢還是有先決條件的 就是建議你要有拿到改裝轉職呢 再來玩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6的你就能夠去組出一個無改裝的機吧 前期過度呢是會非常強勢的 否則你會剛需奴奴這一隻英雄 奴奴這張牌又不是說來就來 雖然說沒有什麼人想要是沒有錯 但是呢你還是會就是你成型可能會是比較慢一點的 所以你有改裝的轉職 再來去選擇這一套陣容是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不要硬湊無改裝也是可以的 接著來講一下增容過度的部分 這套陣的過度呢相當平滑 連勝跟連敗開局都是可以玩的 連敗玩的好處就是能夠最大化你的經濟 然後第三階段提早強牌 第二階段呢如果有近三低下的勢力 就可以開始你的開所之旅 沒有的話呢只是只抓一些關鍵的英雄 像說安妮啊女龍娃還有柔衣啊露露這幾張英雄 第二階段呢就是直接打一個五連敗 金字連敗當然就是最好的 選秀呢優先去拿柔衣的藍buff跟黑書 其次呢才是去做安妮的坦裝還有心火 其實助戰法的體系啊前排的坦裝也是相當重要 就是你的安妮呢最好要有一些像是說石像鬼 好戰反甲龍爪 是會比較容易去坦得住的 所以不管是前排的裝備還是後排的裝備 你最好都要給個兩件裝是會最好的 當你今天真的做不出黑書的時候呢 就是給安妮去做個日言也還行 接著呢我們在3-2的時候會去升上6等刷牌轉陣 6等如果說你是沒有改裝轉職的一個狀況下 也就是去搭配一個3改裝 然後2助戰2幾下2牛年2導彈鬼的羈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已經有改裝轉職的話呢 就可以去湊出5改裝的羈絆 在3-2升上6等之後呢就是要去把你的安妮升到2 就能夠很好去穩住你的血量 接著就是要回存你的經濟 等到4-1再去升上7等 7等要去補上的就是勒布朗這張牌 開出惡害克的羈絆 在7等的時候呢也能再小刷一下牌 最好能夠去刷出一個惡性的柔衣 來保證我們陣容整體的一個強度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刷到艾克或是說索拉卡的話 都是可以直接換掉菁英科斯跟幽米這兩張牌的 好接著我們就遇到兩個狀況喔 第一個狀況呢就是我們可能想要去追三星 如果說今天安妮跟柔衣禁牌的數量都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在7等去刷到三星 刷到三星之後呢我們再去升上8等就行了 然後升上8等的時候呢你就可以去衝一個 五改裝二人工指揮二家戶還有二骸克 那第二種狀況呢就是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數量太少 或者說你有同行因為現在改裝增強了嘛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一場可能會有兩家吧 如果說大家開局都是搶水滴 或者是說前期有想要去玩助戰法體系的 都有可能會是你的同行 這時候呢你就是等到四之五 或者說五之一再去升上八等即可 八等的話如果你是沒有改裝轉職徽章的話呢 其實你就湊三改裝就行了 就是有的時候大家也不用去想說 喔我一定要去湊到五改裝的這一半 不用就是不用到這麼的一個強迫症 你就是玩我們以前比較熟悉的這種柔衣的體系就行了 不然呢你如果要去抽到五改裝的話 其實你會多一張廢卡 那就是波比 波比呢在前期的話 可以去可能幫你很好去抽到三改裝 所以他還是很不錯的一張卡 但是到後期的話 他畢竟是一廢卡嘛 所以他其實用處是沒有到這麼大的 像這種一廢卡二星的角色 還不如就是換一張五廢卡 然後有控制的單卡 像說草人啊或是烏爾加特啊都還比較好 所以最好的狀況呢當然就是有改裝轉職的時候 這時候呢我們就會讓我們的艾克去拿一個改裝轉職的徽章 或者是說你要給這個索拉卡去拿改裝也是可以的 給艾克的話就是你可能讓你的陣容更坦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索拉卡可能只有拿到兩件裝備 你想要再給他多一件裝備的話其實你也可以給他改裝轉 因為現在是有一個傷害加成的buff 所以這個轉職會讓呢不管你是要給前排還是後排都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後期的時候呢是會直接把這個安妮跟柔依的裝備 給到我們的艾克或者說索拉卡 當然如果你的主坦呢安妮要換成艾克呢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你艾克肯定是要去升上二星的 你才會去換成他不然其實你就是繼續用安妮坦也都還是OK的 那柔依為什麼最後就不C了呢是因為他還是一張三費卡嘛 所以我們換成索拉卡C還是會比較好就是你的上限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剩餘的裝備呢我們就可以拿來養奴奴 讓我們的陣容上限再拉高一點 接著來講一下辯證的思路喔 就是大家可以去轉正成四魔法石的一個塔莉亞 塔莉亞呢在這個版本是有被加強的所以傷害還算不錯 8等的時候呢你就可以去湊出一個四魔法石 然後再搭配一個三音改裝的基板 後期沒有刷到索拉卡的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就是可以直接去用塔莉亞這隻角色 去做一個拼拼湊湊的陣容 然後切記呢法陣有三寶 就是牛艾克跟安妮 基本上啊法陣你就是記住這三張牌 然後一直把它放在最前面去當坦克就行了 後排的角色呢就是依據你可能拿到的一個海克絲 或是說你現有的裝備或是禁牌去做配置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就是選擇這個開場時加魔攻的一個人工智慧的效果 基本上呢大概就是運用你現在現有的一個牌 然後發牌員給你什麼樣的牌 你就去做一個搭配 像這裡的話呢我想說讓我們的前排可以再更彈一點 所以我就把這一隻貓給賣掉了 就是讓我們整體的利息呢也可以再最大化 讓經濟可以最大化 那對面的話哇這是什麼 神鬼玩家這個人艾克已經來到惡星的一個狀態 而且呢她的龜二星然後柯加斯也是二星 尼拉也是二星哇她整體大成欸 就是她的凱莎體系玩得非常好 只是她凱莎一星有點可憐說實在的 她這邊的話就是雷紋賣掉 然後呢這張索娜也是用不到 所以我們先賣掉 然後塔莉亞因為她這邊進兩隻我想說 喔那先拿著一下好了 先拿著可能等等如果有她的裝備可上 這裡的話希望能夠給我們的安妮做一下前排的坦裝 結果 對被拿走了 如果能做坦裝的話肯定是要給前排做坦裝的 就是拿這個大劍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沒辦法也就只能先拿了 反正等一下的話呢就看能不能再做一個精進 然後再養一個-C或者是說合一個去殺也是可以的 那這裡的話呢我思考了很久我想說 嗯這個塔莉亞感覺想秀 所以我就直接合了 不然通常的時候我是不太會用塔莉亞 只是呢我們設計師說這個版本她有加強 那我們當然是要給她機會喔 所以這邊就上了一隻塔莉亞 看能不能作為我們的一個-C的輸出 好像這裡的話呢我們的柔衣一個很盡力在輸出 雖然說這個牛一個駭客跳到我們的面前 不過還好我們有科技槍 這是科技槍的作用 好我們這邊柔衣狂噴猛噴可以嗎還好 達了一個五千多的輸出 雖然說柔衣沒有黑書有點難受 其實如果柔衣有黑書的話 傷害肯定還會再更高 或是說如果你想去追三星的話 肯定她的那個傷害是會再更好 喔有人湊到了六人工智慧 這裡的話就是稍微對一下敵人的一個位子 哇靠她已經有一二三四 她有四張五費卡 三張還四張的一個五費卡 挺會刷牌的 還以為拿到的是重整裝置或是高檔貨 不過她比較可惜了 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四費卡沒有來到二星 有啦有啦 就是這張雜客 喔她的雜客是有這一個龍爪 所以有點難打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打這個雜客 打五百年都打不死 而且她這個烘魚又一直回血很麻煩 這是我們最怕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沒有黑書 然後遇到這種可能有龍爪 或者說有吸血類型的一個裝備的角色 但是沒辦法 我們這一場呢在中間合了這個科技槍 餵的是什麼 餵的就是狗分 所以我們這一場呢只要有狗到分就算贏 其實有的時候大家在玩就是比較 呃強度比較高 或者說節奏比較快的一個場次的時候 你就是有裝就得合 你合了然後帶給你當下的一個戰局的效益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提升 然後呢我們在3-7掉的裝備是比較少的 也就是我們會被迫就是拿一些 我們可能比較難受的一些裝備 像是我們可能就 欸可能只能先合科技槍 對不然如果有黑書我肯定是會先合黑書的 好這一場呢比較麻煩的是呢 就是有人在2-5的時候呢 他就進了一張烘魚 然後他也進了一張好運節 所以 其實我們整體的節奏算是比較快的 我也覺得 現在新版本呢 真的節奏比較快 因為現在可能比較多人會去選 可能凱撒 或是說賈克斯這樣子的狀 OK這邊5-2的一個回合 對面的話是玩六人公智慧的 對他有兩個轉職的徽章 算是真的蠻強力的 尤其呢他的勒布朗還來到三星 所以這邊我們很難打他 也是因為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非常大的提升啦 就是我們柔衣沒三星 然後這邊沒刷牌 為什麼不刷牌呢 就是我想要去上酒 然後找一些高費卡 就是像努努啊 努努趕快升上二星 然後去測試一下我們無改裝的一個威力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無改裝他是真的強度蠻高的 我們在前面的話打了一個七連勝嘛 所以他確實是有一定的強度 但到後期的強度如何呢 就是得慢慢去做一個測試 這裡的話呢稍微調整一下擺位 我希望我的這個塔莉亞 可以去打到對方的一個主要的C位 那對面的話是怎樣 還沒有抽到索拉卡是不是 因為這場蠻多人去使用索拉卡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在賭這個勒布朗嘛 所以蠻多人去拿這個索拉卡這隻角色 然後我們這邊塔莉亞的傷害 雖然是加強的 但還是有一點點低 尤其是對方的前排安妮還是有龍爪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這邊竟然是打輸了 這裡的話我是算有點傻眼 然後我想這邊的話就直接拿這個奴奴 其實我覺得在給前排做一個坦裝也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就是也可以拿龍爪 只是呢 因為想說 奴奴看能不能趕快去來到二星 就是讓我們整體有一個比較大的提升 所以這裡的話就還是先拿了這隻奴奴再說 反正西風也還算可以 就是後期的話我們可以去吹著嘛 然後我們再補上一個導彈鬼 就讓前排可以再更彈一點點 這裡就直接去身上久等 就是把節奏打出來 畢竟我們這一場主要還是就是以狗分為主 那這裡的話 我靠遇到這個雷射的 喔 節直接把我們給切爆 但是因為我們有導彈鬼 所以我們的柔衣還算能逃的 然後節直接到了中間 而且它是有去搭配這隻烘魚的 它很聰明啊我只能這麼說 它這隻烘魚我們非常難解決 然後這裡的話 奴奴奴奴奴推過來撞它 好 沒有撞到它 這裡的話它打了一個三連敗 最好就是再吞一個連敗 然後我們直接把連敗最大化都還算OK 這邊的話我就想說 幫我的塔莉亞湊一個四魔法石 讓我們的塔莉亞可以來秀秀看 其實柔衣的話也是可以放前排的啦 就是我這個柔衣的擺位呢 其實大家也可以就是直接把它放在前排 OK 這邊呢就是遇到對面一個四槍手 而且這是什麼 二星草人 五之六 二星草人 並且它竟然還有一個起手皇冠 然後那個草人呢上面還有龍爪 就是它的札克跟它的草人都有龍爪 就是兩隻角色都有龍爪 這種狀況呢是我們比較難去對付的 畢竟我們就法陣嘛 而且我們又是沒有黑書的一個狀況 除非這裡直接噴一個黑書 然後我們就直接起飛 或者說噴一種就是像法爆這樣子的裝備 或者說讓我們的安妮可以再更彈一點 也是更好的 因為像是法陣啊 其實前排呢 你要能夠彈得住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 那這裡的話 我是覺得時貌有點差強人意 所以這裡還是選擇 就是拿了一個精進看 能不能讓我們的塔莉亞去秀一波 畢竟剛剛我們的塔莉亞發招 還是算沒有到特別快 這裡的話 有星朵拉的話 就是直接上 湊一個三星光 讓我們的塔莉亞放招 可以再快一點點 其實塔莉亞這位置呢是 這一個索拉卡的 但為什麼我是用塔莉亞 是因為它前面就是 突然一個惡星了 所以我就先上了這一隻塔莉亞 就是根據我的來排的一個狀況去做搭配的 不是到說特別的一個公式化 那對手的話呢 他是怪獸凱撒的一個體系 就是現在也真的是蠻多人會去玩這個怪獸凱撒 因為他畢竟也還是一個中速陣 而且他也沒有被砍 那這裡的話 我看塔莉亞很想三星 而且看起來不是這樣在騙我的 所以我這邊塔莉亞就先抓了 再說這邊寶箱開啟 可以耶 或是烏爾加特戰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奴奴呢 滾球滾得挺大的 OK這邊我們的柔衣順利來到三星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成型度就還算是蠻高的 只是呢 就只差沒有黑書這件事情的 但也就順利的去狗到了前四名 其實改裝這個體系 他不一定能夠去幫助你吃雞 但是他很好幫你狗到前四名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遇到雷射 然後他也是惡心草人 現在惡心草人是這麼容易的是嗎 那對方的話 結滿裝的一個狀況下 然後他的這個草人的傷害也是很高 所以結一直在打這一隻奴奴 不過感覺是被當狗6了 可以 我們這個烏蓋裝很強 竟然可以打贏這個大成體系的結喔 因為他有烏爾加特 然後又有草人 其實雷射這種東西啦 就是你得去搭一些武費卡 然後去搭一些控制你才會搶 他玩的其實還蠻正確 那這裡的話呢我想要去吹這一隻薩蜜拉 結果他換了百位沒吹到很可惜 然後這個塔莉拉的位置就想說 欸這邊吹風 然後這裡塔莉拉放左邊的話 算是雙重寶藏吧 結果沒有想到他也沒有去換到另外一邊的位置 不過這裡可以去打大東 大東這裡打死了 而且他是有兩個科技槍 我靠兩個科技槍我們真的是有點打不動欸 因為他會一直回血 一直回血一直回血 而且我真不知道他這個七手皇冠 到底是怎麼變出來的 就是他的這個海克斯上面也沒有 感覺是不知道野怪 然後是突然掉給他的吧 這裡我很想要拿那個助戰轉職的位置 但是呢突然一個鬼迷心跳還是想說 喔我們的塔莉拉感覺在暗示 會三星會三星這裡刷一下 嗯再刷一下 好沒有的話那有可能是我們 信仰不夠再刷一下 啊再刷一下 OK那看來就是被騙了 對我覺得這個塔莉拉從頭到尾就是在騙我 其實嗯在這裡的話我就想說 嗯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提高我們的一個上限會是比較好 我們這邊剩4滴血啊 看能不能一個極限逆轉 對面是兩個雙龍爪 然後還有兩個雙科技槍 法陣最難打就是這種有回血的 有回血的槍手是最難打的 就像這邊的話你看我們的這個奴奴啊 差點就把他撞死了 然後塔莉拉也差點就把這個薩米拉給殺死了 但是科技槍 他的大東幫他的薩米拉回血 然後他薩米拉又一直回血 所以這邊我們很可惜拿下了老二 不過真的是盡力了啊 他突然變出了一個騎手皇冠 然後還有就是他前面本來就是比較糊的一個狀態 在面對這種大臣的槍手體系 法陣的話呢還是略輸一點 因為我們的無廢的角色比較沒有那麼多 像是說烏爾加特或是說草人惡心 其實直接掛上去的話還是會很強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塔莉亞的傷害 就是總是缺這麼一點 為什麼呢 我覺得還是塔莉亞比較需要的是四魔法石 而且他也蠻吃法爆這一件裝備的 所以如果大家正常玩的話呢還是大家索拉卡就可以了 因為畢竟你可以再去打一個人工智慧的羈絆 然後呢也是比較可惜的是我們這場是沒有黑輸的 不過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就是我們前面呢 既然就是已經去選擇走連勝的一個打法 然後有裝就合 我們要的呢就是前四名 所以我們打到前四名其實也算是達到了我們的一個目標喔 我改裝的真的是蠻好能夠去狗到前四的一個陣容 如果大家前期有拿到改裝轉職的話呢可以來玩 或者說你有藍buff的話其實也蠻推薦你可以去走助戰法的一個體系 或者說助戰柔衣都是很好的一個選擇